對雖然這邊小孩是可以交朋友的啊 全部人都可以坐得進來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 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謝謝EA讓我們可以提早玩到這次的大學照片 雖然說當這影片發布的時候 大學照片應該已經輸了 好那今天我們要來蓋一間很小很小的宿舍 我們來看一下宿舍 包含所有的功能包含衛浴 到底可以多小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蓋吧 那我今天要來蓋一間非常小的宿舍 那這個宿舍裡面要包含所有的機能 包含床 然後包含所有的衛浴 淋浴、馬桶、洗手台 然後包含書桌 包含電視 包含書櫃 然後包含冰箱 可以吃用器的冰箱 然後包含一個飲料機器 可能咖啡機或者是泡茶機器 所以今天我想要把所有的生活機能 濃縮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完整運作的房間 到底可以多小 一個完整運作的大雪宿舍 到底可以多小 好那我們就來試一下吧 我覺得蓋這種很小很小的房子 真的是非常有趣 很像在玩拼圖嗎 像在玩意志遊戲 有種就是你要看怎麼組合排列 然後不停的就是測試 測試看看怎麼樣擺 才能夠正常運作 然後最節省空間 這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這間迷你大雪宿舍蓋的地點 是在新的大雪城地圖 我蓋在了那間 比較現代風的學校的宿舍裡 因為這一次 我要來蓋一間帶有現代風 帶點未來感 前衛感的 迷你宿舍 這是濃縮的一個宿舍啦 那我感覺啊 蓋這個宿舍時候 讓我想到這種膠囊旅館呢 在日本呢 不是很多膠囊旅館 就是非常的小 非常迷你 然後裡面有床鋪啊 有電視啊 有迷你的放衣服的空間啊 這樣子 讓我們也想到這種膠囊旅館 所以這一次的大雪宿舍 我就把它取名為 迷你膠囊宿舍 好那目前呢 我們的宿舍大概 三乘以三就夠了 那廁所部分呢 佔了一乘二的空間 這個廁所啊 裡面包含了淋浴 這個牆壁上的淋浴 也是這一次大雪照片新增的 那個領域我超喜歡的 要比較自由 比較方便使用 比較不佔空間啊 然後放了一個 會講話的免治馬桶 然後放一些毛巾啊 什麼沐浴的架子啊那一些 因為這一次 我是蓋我最愛的現代風嘛 然後帶點未來感 所以說當然要 會講話免治馬桶啦 對不對 而且老實說啊 當我們這個房間蓋好之後 其實小人就是 生活精能完全足夠啊 他可以一輩子不出門了 裡面可以吃飯啊 看電視洗澡睡覺 還可以喝咖啡 什麼都可以 所以還可以一輩子不出門啦 那不出門可能會很無聊嘛 所以我把它放了一個 會講話的馬桶 可以當他的最好朋友 唉 現代人的悲哀 好的 然後再來喔 我們的衛浴大概弄好之後呢 我們再來蓋我們的床吧 那我蓋的過程中啊 我要一直測試 看怎麼樣的空間 小人才能夠正常使用 所以我是邊蓋邊測試啦 就是那個 Trial and Error 一直測試 那我把洗手台的部分放到外面了 因為廁所其實放不太下洗手台嘛 我測試過各種擺設 洗手台真的放不進去啊 所以我就把洗手台放在外面囉 這樣子其實稍微分隔一下也還不錯 這樣如果說有朋友來的話 對算數很小 可是朋友可以進來啊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如果朋友來的話 有人在廁所裡面上廁所 那外面的人還是可以 就是用洗手台刷洗點什麼的 所以也比較方便一些 接下來我來測試看看 如果我想放迷你冰箱的話 要怎麼樣擺才能夠正常使用 然後又不影響空間 這個冰箱的部分呢 我測試了很久 原本呢 我想說把冰箱放在那個小角落 可是後來啊 那個角落我還是放書桌了 有感覺啊 書桌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電腦啊 書桌書櫃的部分 還是要有個獨立空間呢 因為當我們坐在廚桌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寧靜的空間嘛 我們要安靜 所以我想說 給他一個獨立的角落 可能比較好一些 那再來我再來放電視喔 也一定要有電視可以看啦 要不然可能會無聊嘛 所以說其實啊 我感覺 現在的人看電視的機率 越來越少了 你沒有每天看電視的習慣嗎 我想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會每天看電視吧 但是每個人一定會每天看手機 對吧 現在的生活型態 其實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然後現在我把我們的書桌 放在這個角落囉 這個角落放這個小書桌 剛剛好 上面放個書櫃 那這個書櫃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房間呢 雖然說很小 可是我感覺它其實 不會讓人覺得很壓迫啊 對 標準很低啊 好沒有 因為我覺得啊 它有窗戶 有對外窗好重要啊 有窗戶之後啊 感覺整個空間都是滿明亮的 有自然光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感覺其實看起來也不是那麼壓迫 又可以看到外面的圓景 看外面的風景 看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啊 這個房間就是 如果有這樣的宿舍 我是會想去住的 因為感覺機能非常豐富啊 然後如果出去旅遊的時候 這樣的旅館的話 我也是會願意住的 那說到這個膠囊旅館 你沒有人住過嗎 那我的話 我是沒有住過 不過我還蠻好奇的 蠻想去體驗一下 可是一直還沒有機會 不過我覺得啊 膠囊旅館就是 適合很短途的旅行吧 如果說是去旅遊的話 感覺不是那麼適合 如果是商務旅行的話 也許可以吃一下 因為如果是去旅遊觀光的話 通常行李會帶比較多 那如果說膠囊旅館的話 行李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好像要擺在鐵櫃裡對不對 不能隨身放 所以這也是不太方便啊 不過如果有機會的話 未來我還是想要去試一下 因為感覺應該會蠻好玩的 那這間宿舍啊 我想把佈置成 好像有人在住的樣子 所以說我雜物放的比較多一些 想讓他看起來比較真實 比較鮮活 然後接下來 我想說床上 我們來放一點東西好了 就是很多人啊 床也是他的置物規之一對吧 尤其大學宿舍裡 很多人床上都會擺一堆東西啊 所以我想說床上給他放一個雜誌 放他喜歡看雜誌 然後放一些他的什麼筆記本啊 那些 感覺蠻真實的 然後牆壁的話 我來用一下我最喜歡的現代風格囉 我用一些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木頭 當一部分牆壁 然後另外一部分 我就是塗簡單白色了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顏色啦 無論是誰 就是都不會排斥的顏色 而且啊 這次我想要走一個乾淨簡單 帶點未來感嗎 一點點的現代風 所以說 我就是不想要用太多顏色 然後這個書櫃前面高個空間 我放一個小幅畫 那個畫 感覺蠻適合這個房子的喔 這個房間的風格 然後窗戶的話 我也放一些窗簾 這樣子維護隱私 如果說太陽太大的話 也可以擋一下 然後邊蓋邊測試 看每一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正常運作 那床可以睡 我們的 電腦也可以用 都沒有問題的 然後回到我們冰箱 你冰箱 到底要怎麼擺 冰箱到底要怎麼擺 才能夠正常使用 那我一度快要放棄我的冰箱了 可是我還是沒有放棄啊 我還是想把冰箱放進去 因為我真的覺得啊 吃東西是太重要的生活經驗了 所以感覺啊 冰箱還是得放了 我們不能省略啊 而且我目標啊 是讓住進去的小人 可以永遠不要出來 喔沒有啦 他要出來上課了 對 所以我感覺啊 冰箱還是得放 那我等一下再來測試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床這裡 床的旁邊 我想說他需要一個 類似床頭櫃的地方嘛 可是因為沒有空間放床頭櫃 所以我把它放了幾個 平台 當作他的置物空間 然後上面放一個小的燈 讓他如果說睡前 想在床上看點書的話 可以開旁邊小台燈 然後旁邊可以放一些 例如說什麼小照片啊 翻個小蠟燭啊 翻個小植物啊 之類的 類似於床頭�的功能啦 其實我覺得啊 在蓋這種很小的房間的時候 會有這種很溫馨的感覺 就是東西 雖然說感覺很擁擠 可是 我感覺有點這種很cozy的感覺 就是很溫馨 很窩心的感覺 因為感覺東西都是離你很近嘛 好這是好還是不好 不過至少啦 我今天覺得這個房間 雖然說很小 可是要不會給人 不舒服的壓迫感 那旁邊的櫃子上 我放了這次很可愛的那個小植物 那個小的多肉盆栽 那個超可愛的 然後超多不同顏色 然後再放一個小蠟燭 對我最愛蠟燭 然後放一個照片 可能是他的足球隊的合照嗎 應該是 那這樣子擺一擺之後 我想說我們還缺什麼 我們還缺一個置物空間對吧 缺一個他可以放衣服啊 放雜物的地方 所以置物空間 我用成了架高式的 放在他的頭頂上 可是這個空間 感覺就是也不會很擋路啦 所以還可以 那說到這個架高啊 其實原本我想要蓋個 就是類似閣樓式的床鋪 就是上床鋪 然後下書桌這樣的格局 以前我蓋過類似的 可是啊 某次更新之後 他把這個蓋掉了 所以現在物品只要離開地面 小人就無法使用 所以無法乾那種上下鋪了 好那我繼續看我們的冰箱喔 我在看我的冰箱 要怎麼擺才能夠使用 哇這樣擺終於可以使用了 好感動 一把鼻涕把眼淚 終於可以用冰箱了 不過啊 這個冰箱後面突突的 不太好看 所以我想的時候 後面放個植物擋一下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自然一些 不會好像家電跑到外面的樣子 不過至少 至少冰箱 可以正常使用 小人也可以正常移動 他還是可以正常使用床鋪 可以正常使用電腦 坐那個椅子 全部都可以 所以我們成功的蓋出了一間 三乘以三的迷你膠囊宿舍 包含了全部的機能 包含了床鋪 包含了冰箱 包含了咖啡機 包含了淋浴 馬桶 洗手台 包含了電視 包含了書桌 包含了筆電 然後還包含了一堆朋友 對雖然這麼少還是可以交朋友的啊 全部人都可以坐得進來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請幫我按一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我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載見 拜拜 我們下載見 i could wait a thousand days you never wait for me you'd never wait for me even when i ran away you're all that i could see you're all that i could see when i could hardly walk on my own i had to lift myself out of the trench below haven i suffer